你好,中美爭霸威,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12月11日,星期六的黃昏 大家好,這次跟你再跟一跟俄羅斯和烏克蘭 會不會爆發戰爭的問題,因為都挺緊張的 美國那邊,其實我有一些在大陸來的新聞說 美國派了一些戰略小隊進入烏克蘭 其實俄羅斯和烏克蘭如果爆發戰爭的話 美國是不是有新引爆的問題? 這個稍後再說 除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問題之外 其實也跟你說一些關於美元的未來的問題 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我以前說的 美國和沙地的關係越來越是茅合神離 究竟石油美元會不會玩完呢? 但是石油美元如果是要玩完 美國對石油的控制力越來越低的時候 那美元和什麼掛鉤的問題呢? 這個我覺得都挺有趣的東西 待會再拿來講吧 另外還有一些散碎的東西 譬如說日本的議員 無端端去了訪問靖國神社 有99個 剛剛是12月7日 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待會再跟大家說 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鐘 晚上8點鐘看看有什麼片出 有時候星期五六就不一定是拍點的 好那我們進正題了 先說了靖國神社 其實12月7日 其實就是 偷襲珍珠港的紀念日 就是說日本在1941年的12月7日 偷襲美國 即是原本美國和日本是朋友 在1931年開始 去到1941年 這11年的時間裏面 日本侵略中國 其實當中裏面得到英國和美國之間的縱容 還有很多的軍事物資都向美國採購 當然了 去到後期 美國是開始有石油禁運 希望日本停止戰爭 日本用偷襲珍珠港回應美國 發生在12月7日 當然偷襲珍珠港死了很多美國人 好像有二、三千人左右 其實這個和911是2,990多 差不多 其實當然美國就震怒 爆發了太平洋戰爭 這個也是讓美國去參戰的 這個是說回事實 但是日本人在12月7日 因為之前是疫症 他們就沒有參拜政革神社 竟然在12月7日去參拜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告訴你 日本的軍國主義 其實是正在醞釀中的 戰後已經是76年了 但是他們仍然會用這些小動作 向日本這個殖民地 向他們的宗主國給顏色 日本是一隻瘋狗 瘋狗上面有些狗鏈 因為有些美軍進駐 究竟他們在這些日子裡 美國那邊反應不太大 老實實說一句 但是這個也可以說 日本人向他的宗主國 即是美國 有些叫橫耳顏色 其實我就是故意去侵犯你美國 你這一天是你 美國所謂比較傷痛的日子 我去參拜政革神社 是不是 我紀念我當年 打你美國人 沒有打錯 就是這樣說 很多人都會說 現在日本 好像想介入 如果中國武統台灣的時候 日本要介入 想拉美國下水 究竟背後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日本人 這些政治動作 其實西方的傳媒不算炒得多 但是比較特別的事情 另一件事 民主峰會剛剛開完 民主峰會 當然我覺得很廢 其實世界上 對民主峰會的蝙蝠 那些不太多 香港那邊 當然在罵 梁振英 在動你羅冠聰 給你三分鐘 在裡面做這個視像 全世界看的人 就有131個人看羅冠聰 真的很好笑 然後那些人就說 這個民主峰會 原來真的很不民主 直播的時候 不讓網友留言 怕被人恥笑 罵 你美國有什麼民主 是不是警察用膝蓋 跪死人的叫做民主 是不是 你拜登 你所謂的民主 原來你選舉的時候 出述的 起碼美國裏面有7000萬人 認同你拜登 你的總統位置 是靠作弊 拿回來的 民主原來就是 出述的 類似類似 就是 你拜登不敢 不敢被人民留言 真是很醜樣的一件事 另外很多很多這些 就不說那麼多了 你想想羅冠聰 出現三分鐘 羅冠聰在代表一個罪犯 被人瘋狂恥笑 我覺得美國人真的多後眼無恥 那你這個 羅冠聰 他在香港是一個通緝犯來的 你被罪犯說話 那似什麼呢 是吧 你真的承認了 羅冠聰是美國間諜 是吧 你說這個罪犯 我們美國說他是 好東西 但是當然了 整體 這個民主峰會的收視極之差了 但是你拜登就不知道在搞什麼 真的很好笑 但是我又轉回正式的話題 就是說 我剛才有介紹 就是俄羅斯和 烏克蘭之間的問題 因為呢 其實現在的 說法就是 拜登 見 這個普京 事實上就是 沒有東西 威嚇到 這個普京的 是沒有的 是吧 那意思 就是說 我會把你踢出 SWIF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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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電匯系統 是美國管理的 如果你沒有了SWIFT的系統 俄羅斯收錢 不方便了 但是俄羅斯本身就是 根本就不收美金 是吧 也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電匯錢過去俄羅斯 比如說俄羅斯買了石油出去 你用地的方法 不用你這個系統電匯 也不用你美金 是吧 所以呢 其實呢 美國搞這些事情 基本上呢 對普京呢 就沒有什麼威脅的 那就是怎樣呢 那其實普京 跟你拜登 談完 根本就沒有東西 談到出來 普京就說 喂 你叫我不要打烏克蘭 那OK 那你不如你 黑子白子 浪費一份文件 簽一份文件 說你北約不會東抗啦 是不是 但事實上呢 北約不會 擴充去到烏克蘭 但是 也都普京說 喂 你不要部署武器 在烏克蘭啦 那當然啦 你會覺得 我不是重複星期四的事情 喏 現在我 聽到 看到的形勢就是說 由於呢 拜登對普京 沒有什麼威脅性 說些話 那其實會不會 在四誕節 會爆發戰爭呢 因為其實你放了這麼多軍隊 在那裡做什麼呢 現在有一些演算就說 由於烏克蘭的國家 長期不生不死 其實那些軍隊的士氣 戰鬥力很差 其實有一些演練就說 喂 可能四十幾分鐘 俄羅斯就已經剩平烏克蘭 即是有些這樣的說法 但是 估計 烏克蘭的軍隊 因為 長期的國家 搞得不生不死 嘛 面對那些是俄羅斯的時候 會不會很快玩完呢 那就四十分鐘太誇張了 這些很難說 如果你整個西方 你講過聖誕節 而俄羅斯本身 就是1月6日才是聖誕節 因為東正教是跟著歷法 和西方不同 所以遲些 會不會在聖誕節爆發戰爭呢 我真的有一點點不排除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說回事實 我們拭目以待 老實實說 再說一句 如果以現在的形勢來看 其實烏克蘭差不多等於俄羅斯的燕雲十六州 如果俄羅斯沒有辦法恢復烏克蘭 收回到烏克蘭的話 俄羅斯等於他在國防上 等於不宋失去了燕雲十六州 現在的俄羅斯永遠是一個宋朝 很難崛起 因為事實上這些是平原來的 俄羅斯如果 是重新 攻陷了烏克蘭之後 用烏克蘭的政府加入俄伯的聯盟 聯盟國家的結構 重組了新一代的蘇聯 或者俄羅斯 聯邦也好什麼都好 新的俄羅斯 包括烏克蘭 成為其中一個加民共和國 這樣呢 其實整個俄羅斯 基本上 控制油管那些 完全可以 對歐洲在上風位 如果你烏克蘭 有五千萬人口 俄羅斯吃了烏克蘭 就重新的國家 加上兩億 加上白俄羅斯 基本上 整個國家整體 國防結構會完整 究竟會不會打呢 我覺得打的可能性都很高 星期四我講 甚至打起來 美國那邊 只要放一些軍事部署 進去烏克蘭 就會引發俄羅斯打 打完之後 美國那邊就可以佈局 搞金融風暴 然後打擊歐洲 這個是有可能的 當然 會不會已經有美國的部署 在烏克蘭 最初步打就很快打了 但是 留下了一堆人在那裡 玩這些 遊擊戰 各樣東西 最後搞到不生不死的時候 就可以借一個理由 說你歐洲不穩 打擊歐羅 然後搞一個金融風暴 這個星期四講了 所以一月會不會 整個股市玩爆煲 製造了一些危機之後 那些資金就湧回去 美債 壓低美息 是不是 這些各樣的事情 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 會不會這樣發生呢 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 再提一件事 就是 原本 美國就是和黃金掛鉤 到了1971年的時候 美元關閉了貼現槍 就不再 可以 將美金兌換黃金 然後 1973年爆發 第四次的中東戰爭 就有第一次的石油危機 油價暴漲 油價好像從兩元升到十元 升了五倍 後來 美國在第四次中東戰爭 打贏了 以及以色列打贏了 所以 海灣國家 譬如沙地那些 就覺得 好像不夠你 美國和以色列鬥 美國脅迫之下 1974年 簽署 這些海灣國家 即是沙地 或者其他的 亞聯油 那些國家 賣石油 必定要用美金 所以 美元 撈定石油之後 產生石油美元 現在經過了五十年 差不多五十年了 如果你說由71年 關閉貼現槍 即是廢了黃金美元之後 接著 石油美元 走了近五十年 但現在問題就是 沙地 和俄羅斯就好像 由特朗普上台之後 變成了 變成了朋友 沙地和俄羅斯 好像共同進退 反而不太聽美國人說 前一陣子 拜登叫 沙地 你釋放石油儲備 你便去壓一下油價 沙地不理睬它 是吧 去年 甚至出現負油價 負油價的原因就是 沙地 和俄羅斯 同時做真產 把油價突然丟掉之後 any US 那時候美股是暴跌的 跌到熔斷 还有油价出现负油价 这些事情都很明显就是 你美国对石油的控制出了问题 美国唯有思索 美金要转挠 是用什么去挠定呢? 金字边一个苗就叫挠 以前曾荫权说起挠 一只一只船要在海里扔个挠 勾住水底的石 叫做挠 美元要挠定什么好呢? 我看过一篇文章 其实美元最好挠定的对象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信息 但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发展到 Facebook要搞元宇宙这么夸张 虽然美国好像是充分地控制了一些社交媒体 但是你说美元和信息挂钩 但是现在在信息的世界里面 很多时候的信息是免费的 那究竟是怎么运作一个信息美元呢? 其实我想都没想得很清楚 因为大家习惯看一些免费的信息 而其实是一些信息有真有假 如果那些信息下下计算钱的话 根本就洗不了脑 搞不了那么多政治 搞不了那么多颜色革命 所以信息那方面呢 去搞信息美元 未必那么容易搞 那另一样东西呢 整天都经常听 就是搞碳排放的美元 就是说呢 现在呢 拜登政府就全力搞一些环保 那想搞一个碳排放的市场 那就是说呢 限定了大家会的国家呢 手上有多少碳排放 如果你碳排放多了的话 要向那些有价格而未用尽的国家 购买碳排放权 因而呢 这个碳排放权呢 就拿来和美军罵定 但是问题呢 现在呢 环保的工业 譬如说那些太阳能 太阳能那些的板 是吧 就是那些的 生产电力的设施呢 其实美国那边 不算是很高科技 就是现在大陆是有一些 高电压的输电网 就是说呢 你在新疆呢 就动很多太阳能板 可以参生一些电能 就输送到去 比如说在 华东的地方 或者北京的地方 哇 就过千里了 但是 中国呢 都是因为现在这个输电系统呢 全世界首屈一指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水电站啊 或者是太阳能板啊 风能呢 美国就事实上呢 未必够中国呢 先进啊 或者是呢 是拿到领先的位置啊 那所以呢 其实呢 用摊 排放 权 去做这个 的 劳定美元呢 美国究竟 有没有一个优势呢 如果你美国 现在欧洲都很积极 为了环保 反而美国本土里面呢 长期就有一半人就是支持共和党啦 支持就是你 你还不还保呢 我开车就用石油啦 而且呢 其实呢 欧洲和大陆呢 就基本上 政府呢 都比较 是肯呢 废除这个 电油车的 但是 美国未必搞得了 的 美国说要废除 汽油车呢 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商呢 和你死过的 没必那么容易 那所以呢 其实呢 现在呢 收到呢 就是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粮食美元这个问题了 粮食美元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呢 主要的粮食生产呢 大约是七成左右呢 那 美国啊 巴西啊 阿根廷呢 乌克兰 欧盟呢 如果要出口 就是你生产了些粮食 中国也生产了很多粮食 但是中国呢 其实出口粮食是不多的 因为呢 其实他可能 种很多米 但是那些米呢 可能呢 就出不了口了 对吧 就是主要都是 留回来储备 用来给国家人民吃 那样 那中国自己生产了很多粮食 但是有14亿人 所以呢 你说大米的那些 就没什么说出口了 甚至呢 要吃好一点的时候呢 那些的玉米 那些粟米那类呢 就要和 在外国入口 这个就是中国的情况 哪些国家可以 种粮食多到可以出口呢 美国 巴西 阿根廷是主要的 欧盟也有 乌克兰 那 你知道西方 那些 巴西 阿根廷这些国家呢 其实被 美国呢 滲透了很多年 因为一直有很多外债的问题 那其实原来当地呢 世界有四大的粮食公司 这个叫邦吉公司 邦吉公司呢 其实在美国那边做总公司 但其实呢 是控制很多巴西的粮食的出口 邦吉啦 其实呢 另外还有三大粮商的 法国的路易达浮 这家 还有一家呢 叫阿根公司 啊 那就是在美国那边的 还有这家啊 叫做呢 ADM 啊 Archidaneal Meatland 这家都是美国的 那其实这些公司呢 其实一直都垄断世界的 粮食的 出口的 就是大陆要买粮食呢 譬如说买玉米呢 就要经这四家的了 老实实 如果这个世界很多国家 种粮食呢 始终呢 譬如说在那些中东国家 或者是 他们比较穷那些呢 如果要不够粮食的时候呢 是需要呢 向这四大粮商 而这四大粮商很明显呢 就比美国或者相关的势力 西方的势力 长期操控的 如果你说搞 一个 粮食美元呢 我觉得呢 是 有可能的 那么呢 我节目就不做那么长了 那么 这个给大家思考一下吧 会不会 第二时好像 由黄金转做石油的时候 转铏的时候 石油是升过一轮 第二时会不会粮食 因为要美元 要转铏做粮食美元 不再做石油美元 糧食会不会有一轮急升 因为美国本土呢 其实长期呢 是 补贴农业的 美国是可以 如果转铏做粮食的时候呢 只要取消补贴呢 令到政府的支出少了之余呢 同时就可以 同时就可以 就是 去控制一下粮食 炒贵的粮食 那么其他国家死而已 但是大家很多国家 做不够粮食的时候 要向美国买 或者美国控制的公司买 美国控制的 巴西或者阿根廷买的时候 全部逼你用美金去交收呢 其实这个世界 会不会 未来会产生 粮食急升的问题呢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将来会不会这样发展